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很高兴能够今晚跟大家在一起 今晚我们要开始考察神的位格 我们上次讲到要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稍微考虑一下 想一想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就是关乎神的 没有任何事物比上帝更重要 所以在基督教里头我们应该学习的最要教警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神是谁 你想想今天教会是怎么样子操作的呢 很少很少我们会教导神是谁 我们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类啊 我们要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办 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操作基督徒的生活 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改善我的生活 当然这些事也是挺重要的 但是如果没有真正认识神的话 你就不能信了 你也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了 首先我们讲到神只有一位 你要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教义理论而已 这乃是对我们生命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我要从我的讲义读一些东西 因为我要讲到位 讲到点子上 Let's start off with God is one 首先我们要看神是一位 只有一位 It is the testimony of the scripture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这是整本圣经的见证 只有一位真神 Now if you look at history as a whole 如果你中览人类的历史 You realize that that is a very radical thought 你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跟与众不同的一个概念 There are many cultures throughout history that had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gods 世上有很多文化 这些文化里头有成千上万的 所谓的神啊 鬼啊 一大堆的 For example even today 譬如甚至今天 If we went to India 你到印度去 We wouldn't find hundreds of gods We would find thousands of gods 我们会发现不仅是上百的神啊 那是上千上万的神 Now that presents a great problem doesn't it 这会给我们一大问题 对不对 You have a thousand gods 你有上千的神 With a thousand different kinds of rules 还有成千上万的规条 清规戒律 There's no unity 而且没有合一性 There's nothing holding humanity together 没有任何东西使人类 只有一个 能够有一个概念 But we even have that in America 甚至美国也是如此 Maybe in America they're not worshipping monkeys and cows 也许在美国 没有敬拜猴子 也没有敬拜牛 但是美国人 敗金啊 敗金钱 拜车子 还有房子 还有美好的生活 舒适的环境 为了艳乐 你就考虑一下 如果我敬拜那个艳乐的神 我就会为艳乐而活 如果我为金钱 拜金钱 那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围着金钱在赚 所以你所敬拜的神会影响你整个生活的方式 你所敬拜的神也会决定你做的一切的事情 为这个缘故 所以基督教往往遭到逼迫 比如想想巴比伦啊 或者罗马帝国 他们有许多的神明 成百的神明 甚至上千的 每个人都很快乐 突然犹太人来了 犹太人一来就把每个人的美梦都打破了 犹太人说 所有你们的神都是假神 只有一位真神 这位真神借着律法 把自己向我们启示了 你看到没有 这样一来 很多人都会生气 今天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我就泛泛地讲论 上帝 上帝 神 鬼啊 我就一个很广义的上帝的定义 那么人人都没问题 不会讨厌我 但如果我讲到为 讲到神 讲到神的旨意 就是如此 那别人听到就会不高兴了 你看到没有 甚至在今天的福音派圈子里 甚至在福音派圈子里头 也有许多人对上帝有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会如此呢 因为他们不研读圣经 他们就使他们所创造的神 照着自己的意思 想出一个神来 他们就照着自己的意思 生活 但是当你看到这圣经里 唯一的真神的时候 你又研读圣经的时候 很多事情就变得非常 非常清楚 让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 在美国 大多数的政治家都说 他们信上帝 因为的确 大多数政治家的确都信上帝 而且他们知道 如果你不说自己信上帝 也许你就不能够被选上 尽管他们说他们信神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 清楚地告诉你 到底他们所信的上帝是谁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 神的旨意是什么 因为你这样子一来 就会碰到问题了 但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一位真神 他是非常到位的 而且他有个清楚的旨意 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做个决策 我们当如何生活 你难道就是这样泛泛的 有个上帝这样生活吗 或者你要好好读圣经 然后明白到底神是什么样一位神 而且明白他对我们的旨意 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之前 我再说一句话 很多科学家都说 野蛮的人 原始人 起初呢 都是什么都敬拜的 什么都敬拜很多神的 然后他的宗教呢 慢慢在进化当中 从犯神论什么都敬拜 然后到多神论 最后进化到敬拜独一神论 就是敬拜一个神 但是这跟圣经罗马书 却恰恰相反 罗马书告诉我们 人一开始是相信独一真神的 独一的真神 但是因为人类不肯承认神 不肯相信神 他们也不愿意敬拜他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 让他们为所欲为 随心所欲 结果呢 他们就开始敬拜人了 而且越来越像深处了 敬拜动物 鸟类 还有爬虫类 敬拜甚至昆虫 我们今天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让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我想很重要 今天人们都很普遍地说 姓什么都一样 所有的神都是一样 调调大路通罗马 所有的宗教劝人为善 都好 虽然我们讲的不一样 但我们都信得同一位神 一个神 但是我恐怕这不是真理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 这不是真理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是何等的不可理喻 基督徒讲论上帝 他在讲一位无所不能的神 这位神不是被造的 受造的 他乃是创造万有的上帝 他是无所不能的 他是无所不在的 他是无所不知的 而且他有道德的 他是圣洁的 他是公义的 他是善良的 他是慈爱的 而且他的知识 他无所不知 什么都晓得 而且他的能力是没有限量的 所以当基督徒讲论神的时候 他讲的是这样一位神 但另外一个人讲神的时候 也许他讲的神是一只青蛙而已 或者一个猴子 或者一个昆虫 你看没有 我们讲的不是同一件事 我们看生命纪第六章第四节 以色列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在希伯来文 这是独一的主 就是听啊 你要听啊 以色列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他是独一的 首先我们谈论 神是独一的 首先我要你看到 不论是犹太教 或是基督教 都是独一神论的 唯有一位真神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你必须全力抓住这个事实 除非你能够了解 我们所信的基督教 所信的是独一的神 你就不能够明白三位一体 我们没有三个神啊 我们只有一位独一的神 另外我要给你看见 就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 这个是希伯来字 希伯来文是这个字 and it means one 意思就是一 but it can include in that one multiple persons 换言之 这是一个负数的一 在这个一里头 可能有几个位格 你看看 创世纪第二章 二十四节 二章二十四节 创世纪 圣经说 人指的是男女 夫妻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在基督教的婚礼里头 我们会用这样的言语 对不对 二人成为一体了 但是还是两个人 这个跟三位一体不一样 三位一体比这个复杂的多 我要让你看到 当这个一字用的时候 用到一的时候 讲的是和一 和一 然后在以斯拉记 三章一节 以色列人住在各层 那是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当然我再声明一次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三位一体的一个例子 你不应该拿这个做例子 但是告诉我们一些事 这个一的概念 同时 这个一是复数的一 里头有许多 再回到生命纪六章四节 说以色列你要听 在希伯来文 你要听这个听不尽是听听而已 意思说你要听从 你要顺服 你要看这个是事实 你要听而且要照着去做 所以这里圣经的意思 不仅是你头脑明白了 知道了 神只有一位而已 不是 那是说 你真要明白 只有一位神啊 你也要知道 这一位神对你来说 对你生命的翻天覆地的影响啊 有一位神 只有独一的一位神 这对你生命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如果有位神的话 祂把祂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 而且祂创造了你 那么你在祂面前要交账的 你要服侍祂 你要按照祂的旨意来服侍祂 在注意啊 这里你要听有独一的神 有这个主啊 这个字 我们的神还有主 主跟神这两个字 这里啊 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 这两个神跟主 这两个字并排的 很难理解 如果祂是神 那么祂也是主 你在祂面前要交账 要负责 到审判的日子 你不是要站在我的面前 也不是站在牧师面前 你也不是站在一大堆一群人的面前 你哪要站在主的面前 你可能知道我要什么 你可能知道牧师要什么 你可能知道整个世界所要的是什么 但是到了审判的日子 这些都不重要 对不对 什么才是最重要 什么还日子 就是你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你听见了 不仅仅是听听而已 知道而已 乃是你听从了神的旨意 你整个生命都顺服了神的旨意 有时候我看到福音派的教会 哇 他们在追逐许多的事物啊 追求成功 平安 健康 他们要活在世上最美好的生活 你知道他们所需要听见的是什么吗 他们需要有人站起来 说不对不对 听啊 主 祂才是神 不是其他这些事物 只有一位真神 我们必须要听从祂 顺命 我们再看到生命纪第四章啊 39节 这是另外一段经文 讲到只有一位真神 Know therefore today and take it to your heart that the Lord He is God in heaven above and on the earth below There is no other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 也要记在心上 天上地下 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除他以外 再无别神 你知道我们总是在讲论知识啊 讲到学习 很多基督徒说 我需要明白更多 知道更多 I'm not living like I ought to live because I need to know more 我没有达到达标 因为我需要知道的更多 从一个角度来说 也许是真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呢 不对 If we would just take it to hear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只要我们如果 真正明白 只有一位真神 If we would just take it to hear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Lord 如果我们真正明白 只有一位主 就是造我们的主 就是那一位主宰万有 主宰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的生命就会彻底的翻天覆地大改变了 为什么你存在 因为神创造了我 你怎么样生活呢 只有一位主 那你应该怎么生活呢 你要按照他的旨意生活 你怎么明白他的旨意呢 唯有借着他的话语 才能明白他的旨意 只要知道 只有一位真神 真正把这个当回事的话 就会改变一切 改变生命 因为往往问题 不是我们不知道不明白 那是我们明白了 我们却没把它当回事 我们不顺服 我们掉以轻心 我很高兴 我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至少现在还有一点民主 从另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活在民主国家 我们就很难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 一个民主国家是怎么样运作的 是老百姓 人民的声音 我们该做什么 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 你看到没有 在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要什么样的教会呢 老百姓要什么 我们怎么样子聚会敬拜呢 小数服从多数 看老百姓要什么 我们要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呢 看看百姓 羊群喜欢什么吗 但圣经里头并非如此 圣经问的唯一问题是 甚至不是神要什么 乃是 神命令了什么 吩咐了什么 我该怎么生活 只有一位主 一位神 他说了什么 我们该怎么样子 在礼拜天敬拜 只有一位主 一个神 他怎么说 你要什么样的敬拜呢 这不该问的 我们该问的是 主吩咐该怎么样敬拜 所以当他说 你要知道 要记在心上 我们现在可以停止聚会 我们可以回家去 如果我们只要做这一件事 我们整个生命的 每个层层面面都会改变 只要我们记在心上当回事 我不仅在讲你而已 或者讲别人 我在讲我自己 有时候我要停下来 我要把自己给摇醒 也许有人要打我一个耳光 把我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吧 你在想啥啊你 你是主吗你 你是神吗你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谁叫你这样生活的 你看到没有 你要记在心上 这就说到天上地下 唯有耶和华他是神 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了 你知道大多数的假神 都是在地理上受限制的 你记得他们说 我们可以打败 以色列人的神 因为以色列人是平原的神 不是高山上的神 或者他是高山的神 不是平原的神 他们错了 对不对 他是无所不在的 到处都是神 他是神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这也跟我们的生活方式 有关系 我跟我儿女说 我跟她说 你可以向爸爸隐瞒这些事 因为你爸爸不是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的 妈妈比爸爸 更无所不知一点 但是不是完全无所不知 但是神却是真正 无所不知 他知道每一个细节 当我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故事 这个孩子很调皮 很多罪恶 他想要勾引一个女孩 跟他做一些不当做的事 他就继续地勾引这个女孩 最后这个女孩说 好吧 但你必须帮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做这样的事 所以他们就进到车里头去 女孩说 女孩说不行 有人会看见我 不行 他就把他带到市里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里没有人看见 没人看见 那女孩说 有人看见 有人看见 最后这个男孩气死了 他无路可走 没人看见 那女孩说 我的神看得见 我们不能跑到任何地方 神看不见我们的 不可能 当然这个女孩不该做这样的事 这个女孩应该去见他爸爸 然后告诉他爸爸 这个男孩的事 然后爸爸就去 给他颜色看看 给他颜色看看 我要讲的是 就是这个基督教所信的上帝 这个简单的概念 这仅仅 就是知道他最有限 那么一点的知识 就可以改变一切 看到没有 你看我们要学好多好多东西 但你只要学到这一点 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位神 就够了 然后圣经就变得更加的重要 有权威了 再看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 便可以知道 且幸福我 又明白 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神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最后一句话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 也必没有 为什么他说 这里 在小字里头 他说造作的 为什么他说造作的呢 因为所有的假神 都是造出来 都是人手做出来的 他们是人所造的 如果他们是人手造的 他们就不是真神 在秘鲁 有个人信了主 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的工作就是去造那些偶像 天主教的偶像 有一天他在他的工厂里头 他在造一个玛利亚的像 他需要一些东西呢 来造他的眉毛 他在找一些东西 能够 他找不到东西 他必须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他想要得到薪水 他说我该怎么办呢 突然他看到在地上 有一只狗 这个眉毛跟狗毛 他就拿一把剪刀 他就把这个狗毛给剪下来 当他正在给这个玛利亚 铺眉毛的时候 神就在他心中动工说话 打开他的心门 他突然意识到 我在干啥啊我 我在造一个像 人们都要向这个像下拜的 他们要敬拜这个像 我把他一部分是用狗毛做的 这简直疯了嘛 是吧 的确疯了 整个城市里成千上万人 不正在做这样的蠢事吗 也许不用狗毛做 但他们在敬拜金属的东西 一个指头上面有一个总统像 或者毛主席像 或者在拜土地 或者砖头 看到没有 但是一旦我们相信这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那这个愚昧就不会去重蹈覆辙了 你看到这也使我们人类有尊严 恢复我们的尊严 当人类像一个青蛙下拜的时候 它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或者像一个猴子下拜的时候 有什么尊严呢 或者像猫下拜 或者像昆虫下拜 或者像爬虫下拜 圣经告诉我 人类是神所造的万物当中的为首的 但是人犯罪堕落的时候 他就像比他更低级的东西在下拜了 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人类的尊严了 但是敬拜真神创造主的时候 所有就有命力就力的 这位创造万物的真神的时候 创造主的时候 这就是人类恢复了他应有的尊严 你看到吗 这独一神论的概念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注意在43章第10节里头 三个不同的字 他说我所拣选的 好叫你可以知道 而且幸福 而且明白 我们看看这些词 好叫你知道 可以知道我 世上有很多宗教 想要不用脑筋 不动大脑 甚至有一些人 自称是基督徒也这样 他们嘲笑人的理性 他们也藐视人的智商 头脑 但神赐给我们一个头脑 一个理性 好叫我们能够思想 好叫你可以知道他 认识他 要认识神的话 首先我们要对他 有所认识 有所明白 有所知道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呢 借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 借着他的话语的启示 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话 你就不能够真正的知道 神是谁 如果没有神的话的话 你就不能够明白 道成肉身的意义 你也不能够明白 十字架的意义 你要跟神建立关系的话 你要认识他的话 你必须借着你的理性 借着头脑 借着研读他的话语 来认识他 来知道他 让我请问信心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这个词了 知道 还有一个词 就是 明白 幸福 幸福我 幸福 你如何幸福 除非你先知道 对不对 有人以为 信心不过是在黑暗中 这么就跳过去 盲目的跳 不 信心不是这样 不是盲目的 信心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 这个知识是建立在神 自我启示的基础上 所以要相信神 信服神 你必须先知道他是谁 你也必须知道他的吩咐 他的命令是什么 你借着他的话语 圣经可以认识 所以如果我们要信服神 我们必须知道他 认识他 我们借着圣经 可以知道他 认识他 他说认识 知道 然后幸福 然后明白 明白 只有一位真神 这是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一件事 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事 能够明白什么几何微积分 很好啊 能够明白工程学也很好 能够明白医学也很好 能够明白地质学也很好 或者 就是物理学 物质学也很好 地理学 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需要明白地质学 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比明白神更重要 而且要明白他的旨意 没有任何彼此重要 我们看看啊 这么看 有一位神 他创造了我 这是整个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真理 既然他创造我 他就是我的主 我的主宰 我要在他面前交葬 我要向他负责任 不仅如此 他也爱我 既然他创造我 他也知道我应该如何的正确的生活 他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 这一切 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最重要的事 因为没有这些事的话 其他一切都不能运作 一切都 我们都不能明白 我不明白这一点 什么都不明白了 我今天在跟许多年轻人说话 你的生命刚刚开始 有些人刚刚信主 你看你的生命会如何的有个大改变 如果你当回事 记在心上 只有一位主 一位神 他配得你一切的敬拜和顺从 他借着他的话语 已经把他自己的旨意向你显明了 如果你好好的研读他的话语 而且对他的认识上 你不断地成长的话 而且对他的旨意 也不断地认识成长的话 你的生命将是何等蒙福 根据圣经 这是一个智慧人和一个愚昧人之间的不同 我们看看 以赛要四十五章十八节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使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我要你看看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他创造大地 天地 而且他坚定大地 并非要造大地 使大地荒凉 注意听 神创造你是有一个目的的 如果有人到你面前 我对你生命有个旨意 有个目的 你会不会说 太好了 请你告诉我 让我一辈子就遵行你的旨意 会不会 我盼望你不做这样的事 因为可能是疯子 他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的旨意 你要知道跟你说话的人是谁 有两件事情 你要知道这个人 他是否真正关心我 爱我 因为如果我要听他的话 我该怎么样生活的话 我要知道那个人到底关不关心我 爱不爱我 因为如果他们是邪恶的话 他们恨我的话 他们告诉我 我该怎么生活 我才不听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要把我毁了 如果我深信 他们真正关心我 那不见得 我一定要听他们的 因为他们可能真正关心我 真正爱我 但却发了疯了 对不对 神经病 我也要知道 他们是否有智慧 有聪明 他们知不知道 他们所讲的是什么 我不会听一个 仅仅爱我 但却没有智慧的人 我也不会听一个 有智慧 但是 却不爱我 却很邪恶的人 我也不听 对不对 我需要一个人 他既爱我 而且 非常地爱我 无限地爱我 并且有完美的智慧 这样的人 我才要听 对不对 圣经里的 唯一的真神 就是那一位 他爱你 他猜他的独生子 为你而死 他呼召你 成为他的儿女 他已经证明他爱你 所以 不论 他要你做什么 一定是对你最好的 不但如此 他也是智慧的 他用他一句话 就创造了全世界 你知道世上有任何人 能够做这样的事吗 有人有那么大的智慧吗 他知道过去 现在将来 瞭如指掌 他知道一切所有的事物 注意听 他知道一切事物 十全十美 完完全全 他知道所有的事物的细节 而且 随时 随刻可以知道一切事物 譬如你问我个问题 我必须要思考一下 甚至我要研究一下 参考一下 需要一些时间 但神可以知道所有的事物 想想细细 而且立刻 所有的知识就在那 让我请问问题 当一个像神这样的一个人 说我创造你是有目的的 你该不该听他的话 你该不该遵行他的旨意 他创造你 他是你的主宰 他也爱你 他是无所不知 他是大有智慧 他也借着他的话语 把他的旨意 对你生命的旨意 向你启示了 显明了 这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把它搞得很复杂 你该怎么生活呢 你应该顺服神的旨意 你怎么知道你在顺服他 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 我们要看看这个回应了 我们应当怎样回应 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呢 我们看看 出埃及记二十章 二到六节 he says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的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 发慈爱 直到千代 第三节 他就开始给我们 他的吩咐 这一位独一的神 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 在此之前 他说一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 为奴之家领出来 什么意思 意思 神在他们身上 有主权 神对每个人生命 都有主权 他配得每一个人的 顺服 他也配得每个人的敬拜 根据两个事实 第一他是神 他是主 对不对 他创造了你 他托住你 甚至那个在咒诅神的人 他是借着神赐给他的能力 和生命在咒诅神的 你看人是何等的 嚣张猖狂 就像有个人给你个礼物 给你把枪 你就拿起枪来把他杀了 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主权的 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他配得每一个人的顺从 因为他创造我们 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还有一个原因 每个人都应该顺服他 应该敬拜神 因为神创造所有的人类 但是有一些人呢 对他们来说 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们要敬拜神 就是属神的人 因为他说 我曾经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所有的外邦国度 都应该敬拜神 因为神创造他们 神赐他们生命气息 但是以色列人 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们要敬拜神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拯救了你 对基督徒而言也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敬拜 这位独一的神呢 为什么要顺服他呢 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我们不敬拜他 该做什么 因为他也救赎我们 借着他 独生儿子的死 他救赎了我们 你看到我们欠他的债吗 这是非常重要的 基督徒是全世界 最自由的人 同时他也是一个奴仆 但是是一个甘心的奴仆 他创造了我 我能够呼吸 因为他赐给我气息 我怎能滥用 他赐给我的生命 来反对他 抵挡他呢 他赐我生命气息 我怎么能用 他赐给我的生命气息 来反叛他呢 诗篇说 让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为什么 因为你所呼吸的空气 是他所赐的 你的心跳是因为 他赐给你能力 如果还不够的话 他更差遣他的儿子 为你而死 你从地狱中被救赎出来 你从定罪中被赎出来 不是借着动物啊 羊的血 彼得说 彼得说 不是借着金银等类 能朽坏之物 你乃是借着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血 蒙熟的 所以保罗说 他自己是 耶稣基督的奴隶 但是他甘心地服侍主 因为神在他生命上 有主权 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呢 因为他是谁 他为我做了什么 有一个关乎 林肯总统和一个黑奴的故事 我想可能不是真的 这是一个故事 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妇人 就被卖为奴隶 林肯总统从那经过 他看到男人在鞭打他 主人 要奴役他 所以他就开始就拍卖要买了 他比所有的拍卖的人呢 出的价更高 就把他买回来了 林肯就把他从城市里带出去 把他颈向上的锁链松下来 他说 你可以自由走吧 那个妇人说 你自由了 你说我可以做任何事吗 我现在 那个女人说 林肯说 是 你是自由的 我能够去任何地方 我要去哪就可以去吗 没错 你是自由的现在 那个女人说 那我要跟你走了 我选择 因为你为我所成就的 我选择跟随你 你看 十戒就这么开始 在他告诉我们 当做什么事之前呢 他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不但如此 他更救赎了我们 借着他儿子的血 赎买了我们 第三节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神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 在我面前 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不可有任何神 在我的面前 比我更大的 没有 也没有神在我旁边 跟我平起平坐的 没有 你也不能有任何神 低于我的小神 低神也不能有 当我是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 当时很流行说 你要把神摆第一位 生命中的第一位 其实说这样的话 不太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应该让神做第一位 还有做第二位 还有做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六千万位 都是他第一 你的心里头 不应该有任何的竞争的对象 没有 对我们来说 神是一切所有的 他不是第一 然后我们还有第二 第三波 他是一切所有 我们做的一切 都在他的旨意当中 第四节说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造什么形象 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你不能造出任何的偶像 假神 让我再说一些 你也不能够造出一个神的 偶像 形象 不可以 为什么他说 不要试图尝试做一个 我的形象 不要 绝对不可以 因为任何你可以造出来的 神的偶像 都会比神更似的 更小 这是神的一个扭曲的神象 不是神自己 我不相信我们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 甚至画耶稣的图像 我都不赞成 因为不管你画什么像 都不是神真正的样子 这是一个扭曲的形象 不是他真正的形象 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宣教士讲了一个故事 在印度有个宣教士 他在发传单 这个印度的女孩就过来 她刚刚姓祖 是个基督徒 她说我可不可以也有一个传单 那当然给你一个传单 所以女孩就拿了 她就走了 几分钟之后女孩回来了 她在哭 那个人说你干嘛哭啊 怎么回事 她拿起那个传单 这里上面有一个 好像是 应该是耶稣的像 她说先生啊 我心碎了 我认为我的神 比这个荣耀的多的多 看到没有 你跟我所想象它 不管是怎么样 尽管我们非常真诚 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扭曲的形象 任何东西都是比那个真正的神 似的扭曲 就算你没有画任何形象 或者用泥拔造任何东西 你仍然可以犯同样的错误 你知道我们的头脑 总是不断地在运作 有些人头脑在动 有些人不动 我不知道这些年轻人 他们脑袋不晓得在哪 我们的脑袋刮 总是不停的 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我们不断地在幻想 在想象 神应该是什么样 这个样那样 你看到人嘴巴也会说出来 我认为神是这样 或者我认为神应该是那样 你看这何等危险 在我们的头脑里头 我们会想象出一个神的形象 那并不是真正的神 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呢 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 不断地更新我们的思想 我们而且要不断地操练我们的思想 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来思想神 第五节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们最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你不可敬拜他 也不可侍奉他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敬拜 那个没有生气的一些像呢 今天我们在路上开车 你知道在洛杉矶啊 有一部好车很重要 对不对 有新车本身没有错 我想啊 没错吧 有些人开车 你就可以知道他们 你看我的车 你看我的车 一边开 有些人呢 停在停车场 他故意把他鞋子 鞋子放 可以站两个位置 好叫没有人能够碰到他们的车 总是在洗车 保养车 你说这个车是你的上帝吗 是你的神吗 大多数人会说 不 当然不是 但是他们所想的 想的最多的什么 就车 他们服侍最多的什么 就车 不仅他们成天洗车而已 因为他们每个月 要付六百块钱 就为了车 他们像个奴隶一样的生活 就为了车 或者那个房 或者一个生活方式 看到没有 很可悲的是 在西方的福音派圈子里 我们呢 就为他们找一个借口 找一条解脱 其实是不对的 你成天所思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东西 也许那个就是你的神了 你总是不断地努力 想要竭力得到的是什么 那个也许就是你的神了 那就是你的敬拜了 当然人必须要努力工作 没有错 要吃饭 你在工作上 好好的尽责 没有错 甚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也没错 小心 小心哦 那个所谓的美国梦 现在是中国梦 其实那是一场恶梦 那是在追逐一个假神 追逐假神 梦想 而且你在教会里头 怎么敬拜假神呢 往往在礼拜天早上 我们就在拜假神 因为很多人从来没有接受正确的教导 来明白圣经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所以他们在敬拜他们自己的思想 所想象出来的一个假神 现在在福音派的圈子里头 很少人讲到神的教导 你可以到一个福音派教会 看到这些人在全心全意地敬拜神 赞美神 在提高嗓门 在赞美神 用各种各样的乐器在敬拜他 但是一旦敬拜完了 你问他为什么要敬拜神 因为我的神能够抑制我 这是你敬拜他的原因吗 因为我的神祝福我的生命 所以最后你想 他们在敬拜一个摇钱树 一个饺子机 那个是什么 自动自动贩卖机 我们敬拜他是因为 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他是谁 他配受我们的敬奉 敬拜 看到吗 我现在还要再提到一点 我们以后还会再细讲 这里说你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神是 祭邪的神 往往有人问我 祭邪什么意思 因为这听起来不太好 首先神的忌邪 就是神的嫉妒 跟人的嫉妒不一样 其中一个原因 他嫉妒 他忌邪 因为他是谁 他的本性 但是同时也因为 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他忌妒 忌邪 今天有人相信 如果我爱你 我就会接纳 你所相信的一切 如果我不接纳的话 我就是一个 没有容忍 没有包容的人 好 譬如 譬如说 你相信你是个超人 你在高速公路上 站在当中 你决定要借着你的大能 要阻止这个大卡车运行 譬如 譬如说 你是我儿子 我在路旁边看着你 有人跑到我旁边来 你在干啥你 我在看我的儿子 因为我爱我儿子 爱他不得了 他在干啥 他相信他的超人 你看那个大卡车 你看那个大卡车 正在来的 那个大卡车 我儿会借着他的大能 停止那个大卡车进行 我这个旁边人会说什么 他不会说 你真是爱你儿 他会说 你难道不爱你儿子吗 你赶快我停止他 他肯定被压死 你看到吗 神知道他是谁 他是神 他是那独一的神 他是生命的源头 你唯有借着他 才能够 你的生命才能蒙福 你要承认他是谁 你才能蒙福 你要按照他旨意生活 才能蒙福 当你不照着这样去做的话 你就死定了 如果神是忌邪的 他爱你的话 如果他真正关心你的话 他一定会停止你的忘形 让我再给你个例子 在美国有个很有名的事业家 女人 几年前呢 这个女人说 我不再相信圣经里的上帝了 这个女人有一个帝国 她非常的有智慧 她是非常努力 而且非常的富足 她建立了一个自我王国 她说我不再相信圣经的上帝 因为有一天我坐在教会里 牧师说神是忌邪的 神是忌妒的神 我不能相信这样一位嫉妒的上帝 我相信一位蛮有爱的上帝 他不可能是一位忌邪的神 好 让我们把它反过来 如果我到那个女经理的办公室 明天我去哪儿 我进去 我就霸占她的地位 我说你从你的位置上出来 这是我的位置 你一切的产业 都属我 你所拥有一切 都属我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会怎么办 她会打电话给警察 对不对 她会生气 对不对 她会生气 你大打你 这不是你的 不是你创造这一切 这不属你 你怎么敢进到我的办公室 说是属你的呢 你看到这个矛盾了吗 人来到世上 然后说这是属我的 我的生命是 我是生命的主宰 我要干啥就干啥 我的产业属我自己 我可以为所欲为 我的时间也属我 我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 神看看他 你大打你 你算老几啊你 你并没有创造这一切 你甚至没有造自己 你能够呼吸因为我赐给你生命气息 你难道要霸占我的位置 只有此理 看到吗 为什么神是嫉妒的 记邪的呢 因为这一切都属他 一切都属他 他是主宰 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一个科学家来到神面前 上帝啊我们不再需要你了 你做的一切我们都能做 神说真的吗 我告诉你我暂时离开 如果你能够打价打赢我的话 我就走 我要创造生命 你创造生命吧 科学家说没问题 他就蹲下去 抓起一把泥巴 回到他的实验室 就要创造生命了 神说不不不 那个土啊 你要自己 拿自己的土 不能用我的土 这是我的土 看到没有 神拥有一切所有的事物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回应呢 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 这独一的真神 我们向他唯一正确的回应 应该是什么呢 看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有个文士来听 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得很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就是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尽力 爱主你的神 再看二十九节 我们已经在生命纪读了这一段 对不对 你要听 以色列啊 主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所以我们有一位神 一位真神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他也拖住你每一个气息 他已经向所有的人 彰显他的恩典 那么我们的回应应该怎么样呢 你要尽心地爱他 尽心地爱他 尽意地爱他 尽力地爱他 很多人认为 根据这段经文 你就可以把人 分成好多个部分 他有个心啊 有个灵魂啊 有个思想啊 还有个身体啊 但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教导 也不是他的目的 在希伯来的文学里头 有个很普遍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很多的词堆积起来 为要强调一个真理 这里他所说的是 你应该爱神 把你一切所有的 你一切的经历都爱他 这个心是什么 静心 很多词都是同一词 基本上讲的是 人的最深处的里面 讲到控制人的 这个中心里面的核心 你真正的你的心 那控制你的思想的 your emotions 控制你的情感的 your will 控制你的意志的 这个控制中心啊 你要爱神 如果你尽心的爱他 那么你会 一切所有的力量 都会爱他了 你的眼睛会爱他 我眼睛怎么爱神 你说 因为你就会看那些 他吩咐你看的 而不看那些 他所禁止的东西 用我们的耳朵爱他 只听他的真理 也用我们的口爱他 只说关乎他的真理 只有那些造就人的好话 爱他 用我们的手爱他 服侍他 我们的腿脚步 也行在他的方向中 执意中 我们的全身都爱他 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 好尊容他 所以人家不是看我们 乃是看他 看他 有时候 有人叫我教导 那些音乐指挥 我也不会玩乐器 我也不会唱歌 那我教什么呢 就是圣经有关敬拜的道理 你要听听我的意见 或是我的定义 怎么样子去带领教会敬拜吗 你要记得 只有一位真神 首先想到这一点 所有的人都应该仰望他 譬如我们在北京的大街 或者纽约大街上行走 在这个人行道上 很多人 成千的人 你也在习走 跟他们一块走路 突然之间你停下来 你坐 你就 你就停下来 你就看天 你继续地看 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 很快 人人都会看看你 他们也会 跟着你一块看天 很快 整个北京市的人 都会跟着你一块 这是如何敬拜 音乐指挥在仰望神 他只要神 你看到他的脸的时候 你就不看他了 你开始要看他所看的方向 我们一辈子都应当如此 尽管当我们做好事的时候也是 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的父 天上的父 得着荣耀 一切都为了他 而且这张道 全心 尽心 尽性 你的思想 你的理性 当保罗写信给贴撒文尼加教会的时候 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 他说我受到试验 试炼 原文是这个字 试炼 这个试炼就像你在试炼金属一样 他说神 神试炼了他 然后把他放在服饰当中 这是过去试啊 然后他转过来又说 神继续在试炼我 意思在试炼他的心 当你晚上在床上躺卧的时候 你在思想 神在试炼我的心啊 不断地试炼 试炼我的心 很美好的 就是神的爱 撒旦魔鬼总是要试探我们 好叫我们 把我们毁掉 但神试炼我们的目的 是要我们 证明我们是好的 你是否尽性地在爱神呢 用你的思想理性 你是否按照圣经 在思考神的事呢 最后呢 你要尽力地爱神 我常常那么说 我奉主名的做的一切事情 我都不会后悔 或者这么说 我所为他放弃的任何事情 我都不后悔 但是我因着我所保留的 我很后悔 我很高兴 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生命倾倒给他 我盼望我能够给他更多 年轻人 我盼望你听到这一点 如果你不信 他可以问我 到了一个低境的时候 你会慢慢失去你的力量 生命开始衰竭衰老 趁着你年轻 趁着你强壮 你岂不应当尽心尽力地爱神吗 你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他吗 我 我从来不知道 任何基督徒 因为给神给太多 奉献太多了 而忧愁而后悔的 没有 不认识 但我知道 大多数的信徒 死的时候都盼望 哎呀 我活着的时候 给他更多多好啊 最后 我们要爱他 但我们怎么知道 如何爱他呢 你知道你可以 用错误的方法爱 譬如 比如说你是个年轻女孩 你在找一个丈夫 你看到一个男孩 哇 他做我老公多好啊 你就拿一个很大的一块板子 或者拿一个棒球棒 你等他从那个角落经过 你就给他当头一棒 他说你干啥呀 你疯了吗 我要表现我何等爱你 你说 我从来没叫你打我一碰 这不是我对爱的概念 这不是我所要的 他说 你又打他一棒 他就开始跑掉了 你就追赶他 拿一个棒球棒 继续打他 疯女人 你离开我原点 他就叫警察来 他们就把你给抓去了 你可能很真诚地爱他 但是你所表现的爱 不是他所想要有的爱 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例子而已 但是往往我在真诚地 基督徒身上 却看到这样的现象 当他们想要爱神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神没有吩咐的 让我给你个例子 我知道很多男人 忽略他们的妻子 忽略他们的儿女 毁掉他们的家庭 他们说是因为要爱神 所以就不管家庭了 他们忽略了神 要他们所做的事 他们以为他们在爱神 但是他们是照着自己的方法 在爱神 看到没有 你知道在历史上 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 都发生了 这些人以为他们很爱神 但其实他们在反叛神 当这些宗教领袖谋杀耶稣的时候 至少他们有些人认为他们在顺服神 所以才杀耶稣的 当保罗在逼迫基督徒 把基督徒下在监狱里的时候 他以为他正在爱神 那其实他错了 大错特错 有时候男人以为他在爱妻子 但是那个妻子在旁边 我从来没有你叫你这样爱我 我不喜欢这样 肉麻 他们这样做 因为他们无知 在基督教里头 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按照神告诉我们的方法来爱他 我们从哪里学到呢 借着你的异梦 异象吗 异梦吗 或者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告诉你 不 你要借着神的话 借着圣经 神是独一的 明天我们要开始学习三位一体的神 这位神的存在 是完全合一的 是三位一体的 三一神 虽然是分别的 但是却真正的位格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 我们打告 我们打告 请订阅 our website at heartcrymissionary.com There you will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nistry our purpose beliefs and methodologies and extensi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aries we are privileged to serve for me us we are all about the